晚上,我们来谈平安的人生 每一个人都想要得到平安 环境的平安,心灵的平安 人人都要盼望着平安 出门旅行,平安 上了年纪以后 希望能够身心健康平安 人要平安,牲畜也要平安 《创世记》37章44节 有一次雅各要派遣他的儿子 约瑟到野地看看他的哥哥们 有没有平安 还有特别交代 看看那些牛羊有没有平安 所以不算是人,要平安 你看这边说,全羊是不是也平安 所以牲畜也要平安 人也要平安 那动物也要平安 那大概在好几个月以前 中国大陆有一位学者也是当官的 叫做贺殿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平安经 然后他说人平安 然后当然深处也平安 连火车站 连火车站 这个机场都要平安 地铁也要平安 广州什么都平安 可是他写了这本书以后 结果他自己没有平安 因为整本书就是写着什么平安 什么台北火车站平安 华盛顿地区的火车站平安 广州的火车站平安 那上海的机场平安 哪里平安 整本书就是在台湾这些平安 包括海外的机场港口平安 所以大家都认为 这个有点不适当 而且听说也是很畅销的 但是他是用这个他的地位 来处置他的这本书畅销 所以他就被当局调查 我们看他自己在写说平安 但是他自己没有平安 因此我们就是要了解说 到底平安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那要从哪里得到平安 怎么样才能够平安 我们要探讨这些的问题 那平安的定义 平安的定义 根据字典的解说 就是从干扰当中 得到自由平静 我们看有的时候 有人在开营业会 那个应该很吵杂 那鼓声啊 人的声音啊 有时候开party 隔壁在开party 也吵得我们不能够睡 那所以我们都希望有个很安宁的环境 所以人人都需要这个平安 环境的平安 那比如说公共秩序也有平安 公共秩序只要是不吵的话 那大家就能够平安 那大家都要遵守规则 来开车也会平安 大家都很多秩序的来进行我们每天的生活 也会平安 那我们看大概几个以前呢 这个什么黑冰龟的运动 很多的人要上街头 那上街头事物也是没关系 可是有的人呢就趁机会 抢劫 然后打破这个门 做生理 电门的门窗 抢劫 这个就没有平安 所以这个平安 就是从外在环境的平安 到人内心心灵的平安 也就是说人处在环境平安 但是人的内心很浮躁 很不安定 很没有平安 所以这个平安就是 有外在的平安 有内心的平安 那平安的相反值就是战争 假如战争的话 那我们就没有平安 所以平安呢 这个字啊 有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用这样 祝福的话 比如说信徒呢 要来教会 大家要分开以前 就是说平安 平安再见 也就是一种 祝福的意思 那这个平安呢 也是在基督的国度里头 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比如说 耶稣基督的名 那有一个 祂是奇面的车士 那全人的神 永战的父 也是和平的君 和平的君 所以 宋经在 十语行传第十章 我们来看 十语行传第十章 三十六节 十语行传十章的三十六节 十语行传第十章三十六节 神借着基督耶稣 传和平的福音 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 从这里说 耶稣基督要传和平 那这个和平 是peace 也是平安的意思 传平安的福音 然后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 所以基督耶稣来呢 因为祂的本性 祂的特质 明帅的特质 就是和平的君 所以在祂里头有平安 他来这个世上 也是传和平的福音 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救恩 也是一个救赐 他将这个道 将这个道赐给以色列人 今天呢 赐给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平安的意思 那平安 我们刚刚讲过 有外在的平安 比如说我们可以求这个国家的平安 好像圣经也有说了 说我们到达哪个城市 就为那个城市求平安 那么我们自己也能够得到平安 然后刚刚讲过 平安的相反词就是战争 不要有战争 因为战争的话就表示没有平安 不安定 因为随时要提防敌人的攻击 在以前的时代 大家要跑防空洞 又警报响起的话 大家要做 要赶快躲飞机的空罩 那这个就是不平安 因为整天的生活都不安定 这个我们老一辈子的人都会讲这些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讲给我没听 不过这种人也不多了 因为离现在已经七十几年的时间了 那时候我们五岁的话 大概刚刚懂事 到现在已经七十 都将将近八十岁了 所以能够将这些以前战争的故事 讲给我们听的人已经不多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珍惜这种的平安 没有战争的日子 因此我们一定要经常祷告 来求这个城市的平安 来求国家的平安 没有战争 没有这些打那墙那 这些事情发生 这些不安定的事情发生 那同时呢 圣经也说要帮助领导人 来帮助一些国家的君王祷告 让他们做一个好的决定 让他们能够为国家制定一个敬虔 冲在一个敬虔的环境 让我们能够都很安定的来敬拜神 所以这个平安是很重要的 那平安我们也可以解释说 平就安 有平就能够安 那平的话就是很平 就没有上上下下 好像坐这个云霄飞车 当然有的人很喜欢 在这个高点 在人生的高点 在这个人生 很飞防腾达的日子 就是往上升 可是呢 什么时候要往下跌 像坐云霄飞车要往下跌 这个就不知道 可是人生往往是这样起起伏伏 那我们是宁可平 就安 这个不要变动 这个已经很平 平就安定 那只要不平的话 我们看马路的不平 上上下下 一个坑一个坑 经常我们都要躲那个坑 很辛苦 而且我们就会摇晃 这样子很辛苦 有些说躲不起的话 就碰 就这样子上下下下 走在整路上 可以说是提前跳赶 这样子的话 因为有变动 就没有平 没有平的话 就不能够安定 所以要平 所以要平 能够安定 那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神 主要是福音的平安 给以色列人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很大的赏识 那假如经常变的话 那就表示不安定 比如说 这个常常搬家 那我们就说 这个人还没有安定下来 因为他常常搬家 那我们看 我们在座的 都已经 有的人已经住在那个房子 已经二十几年 三十几年 有的快住四十年了 都没有变动 这个就是很安定 那假如一年到五头 都经常搬家 那就是这个家庭 还没有安定下来 那工作也是一样 假如经常犯工作 那我们也是说 这个人还没有安定 因为他常搬工作 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 常搬工作也不好 因为搬工作的话 那有的时候 也要跟着搬家 那这个 这个大家也不愿意看到 经常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要安定 那这个 其实世界上的事情 能够这样子安定的 并不多 能够很安定的并不多 因为这个世界 经常在变 变 那有个安定的 就是神的本身是安定的 因为神是不变的 这个以前 现在未来都是不改变的 来我们看这个 雅各苏 雅各苏 雅各苏的第一章十七节 雅各苏 第一章十七节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非的赏赐 都是从上流来的 从壮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我们的影儿会跟着太阳 照射 时间不同 当然是会转动 人也会动 也会行动 但是神的本身 在他并没有改变 他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神永远都是这样子 所以神是永恒的 他说我就是那个我是 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子说 你看我们照片 二十年以前的照片 跟现在不一样 那二十年以前 我们不能够说 我就是我是 我永远都是一样 我在二十年以后的照片 跟现在一样 不可能 有的时候我去看看 我大概三四十年 刚在美国的时候 那个照片 也是很年轻 我太太也是很年轻 大家都很年轻 大家都很年轻 大家都是有那个很漂亮 很很很漂亮的过去 也很年轻过 可是我们能不能说 我就是我 我就是我是 这个永远不变的 没有办法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会慢慢老化 那只要神 他就永不改变的 所以在西伯拉斯的十二章二十八节 说我们得那个不能震动的国 这个耶稣基督的国是不震动的 神的本身是不震动的 在他本身上不震动 那就不变 那个不变才有安定啊 假如是会变的话 那就没办法 会变的话就没有安定了 所以二十八节说 我们记得了不能够震动的国 因为这个不变震动 永远不变的 那世界经常在震动 我们看有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也会改变啊 我们跟很多的国家 这个总统啊 什么都经常在变的 美国也是要选举 尽管几年就要选举 也是会变啊 变的话政策就会改变 政策就会改变 那改变的话就会对人啊 产生影响啊 比如说有的 组装加税啊 有的组装减税啊 那这个对人的生活 都是会造成影响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那所以 一个国家叫经常变动的话 那这个没办法 一定是变的 啊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说不变 我们看以前的皇帝 啊 他在那时候当时不变 啊 可是他的政策也是常变动啊 啊 他也不够能够长久活着 啊 他就是当了 以前这个 啊 前后皇帝啊 他当皇帝时期呢 大概是超过六十年 可是他会死啊 啊 10月以后我们看 又又变了 对不对 以前那个和生啊 啊 在前后皇帝的时间 啊 他都很安稳啊 可是前后皇帝过世以后 哇 他的官位也改变了 他也被抓了啊 所以都会变了 这个都会变 只有神的国度 是不被改变的 所以我们得了这个不变动的国 那就感谢神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来看 刚刚讲的 既然这个平安 有外在的 有念在的 啊 大家都希望能够平安 把他们平安无事 啊 那我们先来看 什么是真正的平安 真正的平安 啊 我们先来看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所以这里就是有两种的平安 一种是主文书的平安 一种是一般人 世人所谓的平安 那世人所谓的平安 这个平就是安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那就是平安啊 没有什么生病 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 那就是很平安 这是一般人所理解的 可是呢 我们人活在世上 没有那种说什么都不变动的 有的时候会肚子痛啊 有的时候会头痛啊 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啊 那就是一百次会碰到一次啊 对不对 所以人在世间啊 不可能没有困难 一定会有困难的 所以我们看什么是真正的平安 真正的平安 以主和书在圣经里头所教导的定义 真正的平安 这个不是世人所事的平安 是真正的平安 那第一个 是能够胜过苦难的平安 能够胜过苦难 我们看一样的约翰福音 十六章三十三绝 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绝 十六章三十三绝 我将这个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所以我们看我们现在就是活在世上 那在世上苦难是很正常的 因为这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 那什么叫平安呢 你看在主里面有平安 但是这个平安就是要能够胜过苦难的平安 在苦难能够平安 所以主要是说我们可以放心 因为他已经生了世界 所以我们要依靠他 要来这里坐进他 我们就能够享受苦难当中的平安 这个才是真平安 人没有那种没有苦难的 就是皇帝要苦难 那些影歌星 我们看他表面上很光鲜 表面上很荣华富贵 穿得很漂亮 这个新闻很多 这个他们一出来 就有很多的粉丝 很多的跟随者 潜入后勇 住着豪宝的房子 可是他们那个背后 我们不知道 他们背后的苦难 我们看不出来 他们那个背后的苦难 我们不知道啊 不清楚啊 所以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平安 就是能够超越这种的苦难 我们看 当时在死无时代 那些使徒们为了宣传福音 被关 被关在监督里 被关在监督里 当家死去自有 哪里有什么平安 以今天的话来说 这是倒霉啊 对不对 他们为了教会的事情 为了祖父叔叔被关 但是呢 他们在监督里头有平安 我们看彼得啊 他能够睡得非常安稳啊 睡得啊 这个天师都要拍到肩膀 拍了好几次 才能够叫醒他 你看睡得那么香甜 因为念心有平安 念心无所畏惧 保罗跟西加也是一样 被关在监督里头 那个关在监督里头 不是说啊 关了一两天 出来就没事了 不是啊 那个是状行犯 可能是隔天就会被判斥死刑的 砍头 但是呢 他们仍然没有畏惧 他们在里头还能够 伤识赞美神 这个就是基督的平安 这个就是能够胜过苦难的平安 那这种平安就不容易啊 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 这个是耶稣基督要赏识给我们的平安 苦难每一个人都会有 但是能够胜过这种苦难 那么第二个 能够胜过征战的平安 征战 那战争的广义 广义 当然就是国家的战争 那人跟人也会战争啊 不能看法院很忙碌啊 就是人跟人的相告 再告一告去 那就是一种战争的行为啊 有的是被欺负 被霸凌的 就告那个霸凌的人 那就是一个战争啊 那家里也是一样 家里也是有战争啊 家里多人不合 家里多人意见不一样 这个也是会产生战争的 但是呢 我们基督徒就是要胜过这种战争 那为什么会有战争 就是纷争呢 基督的 报复的 不愿意受欺凌 不愿意受欺压 不愿意受嘲笑 不愿意受凌辱 为了要报复 那冤云相报 何输了 对不对 那就产生战争了 就产生不和啊 我们看约瑟 在旧二时代的约瑟 约瑟就是能够胜过这种苦难 胜过 征战的平安 他的哥哥们 把他出卖到爱奇地 从加南地到爱奇地 就从今天 以色列地 把他出卖到爱奇地的地方 那两个国家语言都不一样 我们知道不一样的 语言不一样 所以被卖到那里就很辛苦了 以前也没有电话可以打 也没有手机可以打 也没有什么 这个 也没有可以联络 什么都没有 一离开家乡 就是不知去向 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所以他说被哥哥们 出卖到 这个爱奇 爱奇地不是被人 被那个富有的人家领养 好心人是把他领养 不是 是被卖为奴奴 奴仆 哇 很辛苦 你看刚开始刚发不通 也是被那些人欺负的 后来因为他为了所道理 他不跟他煮的那妻子同床 所以被他煮的那妻子 这个恼羞成怒 就把他吓到尖案里头 把他陷害 误告 很辛苦 啊 后来感谢神有个机会 他出监牢 反正这个故事 长话感受 后来变成一个国家宰相 那他没有 就是有权利 但是他没有试机会 来跟他的哥哥们报复 他有能力 因为他们激方 只要这个爱奇地有洋食 所以全世界的人都要去爱奇地 满洋食 他的哥哥们呢 也去满洋食 结果 被人认出来啊 但是月色 他没有报复的心 他宽恕他的哥哥们的恶行 所以他念心就有平安 没有记恨 没有怀恨 因为恨的本身呢 就带着一种折磨 你要想包覆 你要怎么想包覆 你要付出那个很邪恶的方法 是物体的冲突 这个暴力 这个是一个人 没有平安啊 就是赢人 也没有平安啊 但是呢 真正的平安就是能够胜过这种争战 能够愿意 愿意忍受这种的趋 忍受这种的被人家欺负 这个人啊 这种人的话 内心就有平安 他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淡 能够宽恕别人的过失 那这种人不容易啊 他没有积怨 没有积这种怨恨 这个不容易的 那么第三个 是胜过死亡的平安 胜过死亡 那当死亡来临 一般的人 当然少数人不会害怕啊 他是一般的人啊 绝大部分的人啊 都会害怕 惧怕死亡 人家不知道死要往哪里去啊 人家就没有平安 所以我们现在的科学啊 除了医学以外 还有一种的科学 叫做临庄关怀 这个安宁啊 有没有安宁啊 安宁的医院 安宁照顾 这就要临时以前呢 把他们放在一个地方 叫做安宁啊 这个安宁啊 让他们能够很平安的 离开世界 因为他们都已经重症啊 已经知道不能够一致啊 已经没有办法 所以就放在那里啊 等待死亡 可是等待死亡的时候 就很多人啊 都会有心啊 会伤心 会挂虑啊 挂虑家人啊 挂虑自己的配偶啊 挂虑很多的超凡 很多的挂虑 还放不下心啊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有人要去关心他们啊 我们叫做临庄的关怀 也让他们怕死啊 啊这个角色 能够胜过死亡 就是一种平安 所以第三种的平安 就是能够胜过死亡的平安 啊 以前我注目北加州的时候 那有个妈妈 叫张妈妈啊 她八十几岁 然后她要离开世间 那时候已经快要 快要瀕临死亡啊 所以她身体很虚弱 因为她是得到肝癌 所以身体很虚弱 那我们去看她的时候 她她用这个力气 因为她经常 啊 昏迷啊 这个昏睡 昏睡 因为肝癌到末期就是很虚弱嘛 因为肝 产生不了作用 我们知道肝病的人就容易比较累嘛 啊何况是肝癌 所以她后来已经八十几岁 所以她也没有到接受什么发血治疗 她就说真的等着啊 所以她就这样子 也就是说睡睡着 分睡 那我们去看她的时候 那她有一阵就醒过来 那醒过来 那她当知道我们是谁 知道我们去看她 她就用力气 告诉我们一句话 说我要跟随 我要跟随 我要跟随耶稣跟到底 我们看她要离开事件啊 她还能够讲出说 我要跟随耶稣跟到底 她不怕死她 她知道她自己要去哪里啊 所以她念心非常平安 念心非常平安 而且她说她也看到 她有一个晚上她做到梦 所以主要就跟她讲说 这个非常漂亮豪华的白色 白色的屋子就是你的 你以后就来住这边 那怎么会害怕呢 等于使用以后就去住那里 永远的住那个白色很很漂亮的房子 所以那里会怕 所以真正的平安 第一个是能够生过苦难的平安 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 第二个就是能够胜过争战 能够宽恕别人 原谅别人 念心没有忌恨 没有怀恨 没有心怀不平 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 那么第三个就是能够胜过死亡的平安 到了死亡而不害怕 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平安 这种的平安就是要从神而来 从神而来的 我们请看 我们请看 愿是平安的神 愿是平安的神 你看这边愿是平安的神 所以这个平安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那种三个平安 是平安 是真正的平安 与世人不一样的平安 这个才叫真正平安 那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神而来 愿是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能成圣 那么再看后书 就是天山罗里在后书第三章的十六节 三章十六节 天上罗人家后书三章十六节 愿是平安的主 随时亲自给你们平安 我们看这里说 愿是平安的主 所以是平安的神 是平安的主 因为他有平安 刚刚我们讲说 他来 就是传和平 传平安的福音 那这个平安呢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三种平安 所以这里所指的平安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神的平安 不是一般人所说的 我明世发生 没有生病 就是平安 那万一生病的话怎么办呢 年轻的时候不会生病 可是到了六十岁 七十岁 八十岁 总是会这么痛 那么痛呢 那怎么办 一定会有患难的 有困难的 所以 真正的平安 就是能够超越 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三种 就是真正的平安 这个平安是从神来的 从主来的 那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得这种的平安 那人是很脆弱的 人会经常有这种情绪的反应 我们看有些重病的人 心情很不好的 本来是好好先生 可是一生病以后 哇 有的心情不好 为什么 这边痛那边痛嘛 对不对 那以前不是这样子 以前他可以自己 所以走要去哪里 就去哪里 可是现在 以前要吃什么 就吃什么 现在呢 不行啊 要去哪里都不可以 只能够在医院里头 走到走去 只能够吃医院里头的火食 你看 他心情哪里会好 所以我们说 这个平安是神所赏识的 人没有办法得到的 我个人的体验 在2004年 我有一个所述 大概三个多小时 三个半小时的所述 那所述的感谢神 我很平安 很平安 我要进到所述房里面 那跟我太太揮揮手 很潇洒的揮手 那为什么呢 非常平安 就是那个平安 你感觉 这是很难的形容 这个很平安 好像就是这样 进去跟医生说话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的烦恼 操心的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 也不是我自己怎么努力 神所赏识的平安 那所述以后 也是很平安 都不觉得痛 那个伤口也大概 大概好几公分 但是呢 都不觉得痛 回家以后 从医院回家 都不觉得痛 没有吃过止痛药 伤口其实是蛮长的 但是呢 就是很奇妙 这个就是神所赏识的平安 自己没办法 那大概在20 2015年的时候 是14 1514 的时候 医生整顿我说 有什么恶性的肝肿瘤 恶性 那时候我要常常 这个学生营会 医生说不行 你都 快没办法了 你是恶性肿瘤 要赶快去看医生 不能过去脱 可是感谢主 我念心也是很平安 甚至有的医生 说哎呀 你这个要患肝呢 要患肝 我患肝就很严重了 那感谢主 就念心非常平安 结果不是真正的肿瘤 不是那个恶性肿瘤 是良性 是良性 后来他经过第二个 第二个 那个 比较好的医生的诊断 他们有个团队 来看我的骗子 说哎呀 这个不是恶性肿瘤 这是良性 所以感谢主 今天还能够活着 没有被他们孝导了 这个就是主所赏赐的平安 这个很奇妙 就是在这种恶号 在这种恶消息来的时候 不好的消息来的时候 仍然有平安 这个不是自己能够办得到的 没有办法 这个只有从神那里给我们平安 还有我大概前几天才做过见证 我的职额就是我哥哥的孩子 他是做这个财务投资理财的顾问 我们给他办 虽然是钱不多 但是给他办 因为自己的职额 那他看了我的这个资料以后 他告诉我 他说叔叔啊 你这个到七十岁还不能够退休 那他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 我说七十岁还不能够退休 他说因为你的钱 你这个退休的钱不够你用 不够用 所以你还不能够退休 还要再继续上班 那我说我听了以后 感谢主 我念心充满的喜乐 真的念心充满的平安 一点都不烦恼 反正念心 他越讲我越平安 感谢主 因为有主在我旁边 有主作为我的依靠 所以我这 不被他的话所吓倒 因为主就是我们依靠 那个不震动的 就是我们依靠 就是我们跟着不震动 所以我们内心就有平安 内心就不会动 不会被这个随着化 随着某人的化而变动 我们的内心也不会随着某一个人的脸色 不会随着他对我们的眼色 不好好意的眼色而有所变动 我们仍然能够保持平安 这个是神的赏识 神而来的 我们才有办法 那我们来看 怎么样能够得到平安 我们来看 怎么能够得到平安 那当然就是要相信神 要相信耶稣 怎么算是相信耶稣 不是嘴巴整个讲 我要相信耶稣 就能够得到 这个是要经过洗礼 要接受洗礼 接受赦罪 把我们本来 那个原生的罪来赦掉 因为人一出生都是有罪 人有原罪 人是 是这个 人的本性 是相恶 所以这些贪心 嫉妒都不用人家 我们自己教会的 骄傲也是不用人家 教会 坏的事情要学很快 我们经常说 要学一个新的语言 那个骂人要学得最快 怎么去骂人 那个学得最快 那个爬上不用人家 有些时候也自己教会 很容易学 可是正经的事情 善良的事情 要学就不容易 这是因为人有那个罪性 这个罪性就是靠耶稣基督的保险 要洗礼 来把我们的罪 让我们的罪 但脱落 然后才能够归入基督耶稣 归入他的国度 让他来管理 让他管理什么呢 要管理我们的平安 要管理我们的内心 内心有平安 不要被震动 我们请看 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 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 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也为了是蒙昭 归为一体 只要存感谢的心 这里说 叫基督的平安 在我们心里做主 你看 不是我们做主 是基督的平安 要在我们心里做主 那这是我们做平安 就是要该做什么事情 不能做什么事情 都是基督说了算 不能偷 不能够基督 不能骄傲 不能强 不能说谎话 要做一条良善 这个基督在我们内心 他要告诉我们 善恶是非 我们都有了 那我们都做善事 我们就用心安理得 做恶的人才会经常害怕 是不是会被抓 被发现 说谎话也害怕被戳破 所以有很多先知 不许问你讲真话 因为他说很多谎话 他怕被你戳破 所以他内心经常不安 可是我们只要相信 耶稣基督 那他的平安 就会在我们心里做主 我们一定要 接受耶稣 接受洗礼 设住的洗礼 然后我们接受 应学圣灵 那么第二个 就是要守他的戒令 要追求良善 追求良善 也就是我们心里面 要那个 有没有 要有这个无亏的良心 无亏的良心 好像保罗 保罗 我们看 使徒行传24章 十六节 使徒行传24章的十六节 我因此自己勉励 自己勉励 对神 对人 常存无亏的良心 良心无亏 他都做对事情 行善 追求良善 这样子对神 对人 心安以得 心安以得 心里面就很平静安闻 就是自己自亏 他还是不害怕 因为他做对的事情 对神 内心 没有亏损 对人也是要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 就良心就安了 当然有些时候 肯定会被误会 被怒骂 但是因为他 有无亏良心 他都没有惧怕 他里面很平静安闻 谈 我们叫做坦坦荡荡 坦坦荡荡 很坦荡 就是心里面 没有做亏心事 所以要尊重神的建立 追求良善 那么第三个 要追求与人和睦 与人和睦 所以圣经说 我们看 罗马书十二章 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 罗马书十二章的十八节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 与众人和睦 若是能行 万人不能行呢 我们要与众人和睦 我们当然不习惯吵架 要与人和睦 但是有些时候对方 他不愿意啊 没关系 对方不愿意的话 再继续看十九节 十九节 那对方不愿意的话 怎么办呢 亲爱的弟兄啊 不要为自己的声渊 宁可让步 听凭嘱咐 因为圣经说 声渊在我 我必报应 我们看 宁可让步 让人发怒 他要生气 就让他生气 生气他是他事情 他要不听解释的话 他不愿意接受 我们的道歉 要追求和睦 他不愿意接受 那没办法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只好 也不要自己身边 就让步 反正就是 我们做该 我们该做的事情 尽到我们的本分都可以 所以甚至说 弱能行 当然并不一定 每一个人都愿意 跟我们和睦 有的人是 有你讲不通的人 也有这种人 那当然一般正常人 应该是讲得通的 有礼民的心肠 能够理解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 但是我们要经历 经历 若能够行的话 要经历与人和睦 与众人和睦 那与众人和睦的话 我们要自己先跟自己和睦 自己先跟自己和睦 才能够与别人和睦 自己要先跟自己和睦 那怎么样自己跟自己和睦呢 我们看诗篇的一百三十一篇 诗篇一百三十一篇 诗篇一百三十一篇的第一节 怎么样与自己和睦 诗篇一百三十一篇第一节 主啊 我的心不狂傲 我们看到 我的心不狂傲 我的眼不高大 重大和测不透 是我也不敢行 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不狂傲 不骄傲 那么再看第二节 我的心啊 就能够平静安稳 好像登过哪个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中 我的心在我里面 真是像登过哪个孩子 说你看 我的心在我里面 登过哪个孩子 就是平静安稳 他的心平静安稳 为什么平静安稳 因为他没有狂傲的心 他没有骄傲 这个就是跟自己和睦安稳 自己跟自己过意得趣 有的人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啊 他偏偏就是要硬傲 偏偏就是不肯认输 不肯认错 不肯悔改 不肯低下头 不肯谦卑 不肯谦卑 不肯与人和睦 当然心就不平稳 打抱不平 念心有不满 有抱怨 那心怎么能够平静安稳呢 那自己的心都不能够平静安稳 怎么能够与人和睦 就不可能 所以要做着和睦 第一个要先自己与自己和睦 再来就是要与成功与人和睦 自己都不能够真自己和睦 自己的心都不安稳 自己的心很急躁 急躁的话就容易出事情 急躁讲话就容易很激动 会伤害到别人 那怎么去和睦 很难 所以一定要自己和好 就是要平静安稳 怎么平静安稳 就是要有一个谦卑柔和的心 像主的水一样 那再来就是要追求圣灵的果子 那圣灵的果子 就是这些很好的属灵品格 我们可以来看加拿太师 第五章 这个圣灵的果子 我们来一起互相严厉 这个圣灵果子有哪些 我们要追求 第五章 第五章二诗二诀 加拿太师 第五章二诗二诗 圣灵所决的果子 就是仁安 有爱心 喜乐和平 也就是平安 忍耐恩慈 良善信实 二诗三 温柔节制 这样的事 没有立法禁止 所以我们看 这个圣灵所决出的果子 是那么的美好 那有这些的话 当然这个人 他的念心一定是很平静安稳 很稳定 很稳重 很稳重 他不会随便生气 他不会随意与人计较 你看他能够忍耐 而且有恩慈 有扬善 你要诡诈 又很信实 很诚实 他说的跟做的 跟心里所写的都是一样的 没有那个心怀恶意 也没有什么 所讲的跟心里面不一致的 说了做一套 做了做一套 不会这样子 然后这种人的话 我们就很稳重 这个就是我们要追求的 就是圣灵所决出果子 那这种人就很平安 他不会随风起舞的 他不会随风 随着这个环境 他也不会随着人的情绪 而有所变动 很安稳 所以我们探讨这个平安的人生 什么是真正的平安 有那三种 能够超越苦难 能够超越征战 能够超越死亡的平安 然后怎么能够得到平安呢 我们就是要相信神 要信耶稣 来归入他里面 让他在管理我们的人生 让他在管理我们的情绪 要管理我们的脾气 那这个是最安稳的 然后就是要索他的借印 要追求良善 要尽力与人和睦 也要跟自己和睦 要追求圣灵的果子 被圣灵充满 祷告被圣灵充满 然后我们也要传和平的福音 把这种的福音再传良出去 那圣经也说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乐 所以 这样子就能够 真正享受平安的人生 好 那我们现在来祷告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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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